金融市長林又昌試著戴上手套了解整個篩檢流程 這座移動市鎮壓篩檢艙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研發 由台灣綠社、立委、聯盟與金融市醫師公會等單位聯合捐贈給金融市政府 希望協助提升金融市防疫量人 讓金融市長林又昌相當感謝 我們仍然擔心比較缺乏資源的金融市 能夠讓市民得到更多的照顧 所以我們以監視大家的決意之下 決定向彰化基督教醫院他們所設計製作的移動式的這麼一個快篩車 能夠第一台就捐贈給金融市 有多社會資源的協助包括綠盟、彰化基督教醫院 慕販院院長的幫忙之下 證證了這個篩檢車、篩檢站 希望能夠讓疫情早日可以穩定下來 20尺的一個貨櫃 可以有四個這個篩檢的這個通道 同時試入來進行 所以它的速度可以非常的快 第二個是這個非常的安全 也就是被採檢者是沒有任何的一個接觸 而且它採取一個鎮壓 然後而且有相關防治的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還有監視器的裝置 所以是非常的安全 設置在新市政大樓預定地的這一處社區篩檢站 將由基隆常客醫院團隊進駐 透過大量篩檢 遏止疫情在社區傳播的可能性 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個擴大篩檢 我們能夠把社區裡面的這些無症狀來感染 先把它篩檢出來 然後做隔離 然後希望這樣的動作能夠快速的控制我們基隆市的COVID-19的疫情 基隆市衛生局方面表示 基隆市目前已經有五處社區篩檢站 這座新設的篩檢站 預計每天可提供200人次的篩檢能量 同時還可以讓快篩陽性個案 直接採檢PCR 一站式服務也大大提升基隆市採檢效率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